第一次在節目裡面唱歌 是 秀歌藝 我相信很多聽眾一定 對 製作方面是相當的困難 因為這又要自己講話又要唱歌這樣子 還要掃地 為什麼要掃地 就全包了的意思 校長兼講經就對了 總包 那我們今天還有兩首歌 後面有三首歌要排進去 所以接下來在第二個部分裡面 其實今天的這個 算是大家在聽覺上可以享受到比較多的一個節目 說比較少 唱比較多 這兩首歌應該是在這個重要性上面應該是一比一吧 應該是說它是台灣最重要的台語流行歌 用來辨識正港是不是台灣人 應該都會唱這兩首歌的 應該是說只要是台灣人都一定要知道這兩首歌 這是台灣台語流行歌的國歌嘛 對 太厲害的歌 忘記國歌怎麼唱了 但是都會唱這兩首歌 是 甚至像《雨夜花》還是《雨夜花》 我不忘了是哪一首 甚至像在電影裡面也拿出來放過 對 其實《汪春風》跟《雨夜花》很多電影有沒有 都有拿他們來就是在播放在放送 所以這兩首歌基本上它的辨識度已經是台灣人非常知道的一首歌了 所以變成說一樣都是純純唱的 所以變成說好像只要是歌手基本上都一定要會唱 這兩首歌又是在同一個年代裡面發行 對 它都是在1934年 就是說《雨夜花》它整個大成功 大成功以後它隔年就是打鐵撐了 對不對 一樣又是由鄧允賢老師來作曲 因為前面成功了 就是走《安全牌》 結果呢 先賣它一波再說這樣 結果就是達到最高峰了 這個是台語流行歌的最高峰 就是《望春風》《雨夜花》 那一樣都是一樣的卡斯 那變成說《望春風》 它是在當年 就是說1934年 他克倫比亞的這個唱片銷售紀錄 流行歌賣的最好的 哦 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在接觸到這個 在像黃老師收藏界的這個收藏品之前 我們在外面不管是說有時候在一些文化活動裡面 常常在聽說到我們台灣最早的流行歌 就是都用四月望語來作這個代表性的這個歌曲 但是像我所在1934年代那個時候 好像不贏這些歌曲 很多歌的 很多歌的 其實在30年代所發行的台語流行歌 大約有500首了 500條歌這麼多 是 沒錯 但是你要想的是鄧允賢老師 在那個年代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的作品其實應該是說 他的歌就是代表台灣的 對 只要是台灣人 你如果在國外或者是 你突然間在街頭巷尾 就像我講在國外你突然聽到望春風 其實你 就代表一種是故鄉的聲音 那種感覺 我們在聽這四首歌 它四首歌的那種辨識度都很高 這真的旋律在設計上 當然在古早時代 可能錄音的技術 是說他的各種 音樂配器上面來說 到現在是比較沒什麼樣 可是以這個作曲 跟這個編曲的這個角度來看 那些內容 讓我們聽起來真的是很 對 它已經是一個 非常成熟的 一個流行歌的一個作品了 記得錫琳就忍不住 手仰想要來唱個 兩段給大家聽一下 所以你今天我們也把這個 古今的對照 唱個望春風 放個望春風 是 一樣唱個雨夜花 放個雨夜花 是 我們聽聽看望春風 好 啊 孤零飘地臨馬背 水的人主帝 想要問他驚歹歸 心來大疲憊 女 何 為 良 君 所 安 歹 愛 歹 心 拉 不 三 多 時 君 台 歹 心 春 花 路 甲 こんな風吹の 乱舞 浪 泣 汪 浪 泣 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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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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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放